聽到女兒呼喚立刻睜開眼 陳小姐的媽媽因為氣牽握病在床 近期因為氣喘被送上救護車 陳小姐控訴疑似是氧氣供應故障 導致媽媽離開人世 缺氧整個臉部都發黑 講到激動處忍不住落淚 陳小姐本身就是專業護理師 當時在救護車上 也有協助救護員操作氧氣帶 但十多分鐘的路程卻沒有正確給氧 原本她的母親 因剛上救護車時還是清醒的 到用後卻陷入昏迷 陳小姐和媽媽住在台南仁德區 母親因為呼吸喘就醫 沒想到入住家戶病房六天 就因為肺炎並呼吸衰竭離世 陳小姐決定對台南市消防局 提告過失致死 到底是哪個環節出問題 消防局也親上火線示範一遍 救護車上該如何使用呼吸器 究竟是救護員操作失誤 還是出發前沒有檢查車上設備 台南市消防局強調救護技術遭到質疑 將會交給醫學中心的專家調查 一星期內會有結果給家屬一個交代 TVBS 新聞 顧主昌 孫家娟 台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